谁的脚印 什么声音 这里有脚印 脚印好大呀 谁留下的呢 这么大的脚印 是谁的脚印呢 你们在干什么呢 脚印是说说您的 脚印不是我的 看 脚印上是四个脚趾 可是我爸爸 每只脚上有五个脚趾 我们每只脚上 有五个脚趾 脚踩在沙滩上 或者雪地上时 会留下脚印 我们把脚印画下来 去寻找它的主人吧 是一头猪 大猪大猪 快让我看看你的脚 快看 脚印 这是我们要找的脚印吗 它们一点也不像 你们听 那边有呼噜声 大熊猫 脚印会不会是它的呢 脚印应该不是大熊猫的 大熊猫有五个脚趾 可画纸上的脚趾是四个 快趴下 快看 这两个脚印像不像 形状一样 脚趾数量也一样 它找到了 脚印是小巷的 爸爸 我要是能听懂小动物说话就好了 小雨可以做到的 早点睡吧 晚安 爸爸晚安 小雨晚安 妈妈晚安 晚安 我们在睡觉前 可以和家人说晚安 脚 脚趾 脚印 晚安